小鳥 Let's go 小鳥今天換我來說故事給大家聽囉 今天要來說這一本 不想睡午覺 誰不想睡午覺咧 是這一隻 看起來有不想睡午覺嗎 這一隻小鳥 他怎麼看起來在打瞌睡啊 好奇怪喔 我們一起看看 不想睡午覺 安靜的午後微風徐徐吹過 大家都在睡午覺呢 你們有看到嗎 小動物都在睡午覺喔 這裡有誰呢 小猴子 蛇 貓咪 這隻是咕咕豬嗎 還有喝很多很多的動物都在睡午覺 但是 啊 有一個沒有在睡午覺的小鳥寶寶 在哪裡咧 在這裡 他說 喔睡午覺真討厭啊 小鳥輕快的溜出去玩耍了 噓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都在睡覺喔 他偷偷的像他的爸爸媽媽睡著 在睡午覺的時候 跑出去玩耍了 來到大家平常玩耍的空地 但是誰也沒來 小鳥獨自玩耍 等待著其他同伴 但是他在那裡等 一直等 啾啾 嗯 奇怪 今天怎麼都沒有人啊 他開始做什麼呢 他從這邊 從高處 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跳下來試看看 結果 哎呀 他還不太會飛啦 都跌倒了 這個時候他決定 繼續玩玩什麼呢 玩水 啪啪啪啪啪啪 啊 水挖不見了啦 水都被他踩的 弄得到處都是 沒得玩了 但是 不管等了多久 誰 還是都沒有來 喔 這集玩好無聊喔 誰來跟我玩啦 噔噔 啊 對了 我可以去朋友家看看 小鳥寶寶開始向前走 他決定先到烏龜家看看 一起玩 嗯 沒有聲音 沒有回應 一起玩 還是沒有回應 小鳥寶寶越來越大聲說 烏龜 一起玩 小鳥 很大聲的叫著 但是烏龜完全沒有醒來 他們正在睡 午覺 接著 去野豬家看看 一起玩 嗯 一樣沒有回應 大家好像都在睡午覺呢 這個時候小鳥寶寶 他又很大聲的說 野豬 一起玩 小鳥 一起玩 小鳥一樣很大聲的叫著 但是野豬依然沒有醒來 大家都睡得很香呢 小鳥一個接著一個 來到青蛙家 一起玩 來到猴子家 一起玩咯 他到處去朋友家看 但是他的所有好朋友 怎麼樣啊 大家都在睡午覺 誰也沒有醒來 小鳥好傷心喔 大家都正熟睡著 每一個動物 你們有看到 有哪些動物嗎 可以跟媽媽一起數看看 到底有幾種動物嗎 好像超多超多種的耶 重點是大家都在睡覺 所以啊 小鳥寶寶就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後來 咦 你有發現嗎 他的表情 看起來怎麼啦 走了太累了 小鳥打了一個大大的哈欠之後 眼睛好像有一點痠了耶 好像有一點點想睡了 哎呀 快要沒有辦法走路了 喔 好燙喔 一直撞到 然後怎麼樣啊 就 小鳥漸漸地睡著了 就在它呼嚕嚕 怎麼樣 睡著打呼的時候 大家都從午睡中醒來了 哇 你看 媽咪醒來了 猴子醒來了 蛇醒來了 烏龜醒來 野豬也醒來了 大家都起床要玩了 啊 還有一個青蛙在這裡 你有看到嗎 大家睡醒發現 哎呀 小鳥寶寶還在睡啊 那我們先自己玩吧 小動物們啊 開始一起玩 開心的玩著跳繩 玩著水 玩著蹦蹦跳跳 玩著球 這個時候小鳥寶寶還在那裡 呃 呃 呃 他睡得很熟很熟 即便大家在旁邊玩得很開心 他也都沒有起來 小朋友 那你們呢 你們平常有沒有乖乖睡午覺啊 嗯 玄桃老師覺得中午啊如果休息一下下 好像睡起來會更有精神 但好像也不能睡太久欸 因為睡太久 晚上如果睡不著覺那就糟糕了 我們如果要長大要怎麼樣 要吃很多 要睡覺 還會長高長大 希望大家都有乖乖的長好寶寶囉 先這樣囉 明天就到這裡了 掰掰